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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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维松 还有一个叫做 孟维康 一个米康 孟维康 还有一个是什么 孟维猜 孟维猜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最起码有四个村友们 玩家不认识的 说跟曾经跟他们家人打过交道 就是给你删体啊 就是给你删废 而且跟各个部门有联系 而且刚刚去香港 有些部门给他们许诺 就是大家这种力量团结有说 你看看当时 你也懂正义啊 你想想你有多大的诚实性 你看看这个 别人对你的评判 除了那些水晶 围绕你赚的都是什么人啊 你现在就是靠这些人忽悠 你的未来 我们两个 看谁先进监狱 是吧 看谁先失去自由 我一直很同情你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不值得同情 你以前 在国安部的协助下 你没有去欺压别人吗 你没有把别人送进监狱酷刑吗 你们家遭的这些值得同情 别人的遭遇就不值得同情吗 你想一想 我一直说 谁要伤害我的家人 我对谁都没完 我现在我们的报纸人 你现在这么撒谎 你这么胡作非为 你怎么面对你的父母亲 你怎么面对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 那是你的孩子 你给他们做什么样的榜样 你就是一个大骗子 知道吗 你骗了一辈子 你就没有权利拿美国执法部门来押别人 因为执法部门不是你受你 只是什么 你的楼下看门的是FBI 什么警察呀 他警察也是下班之后 他不能以警察的身份 什么当你的保安 你的那两个律师到底是不是检察官 你撒了多少谎啊你 你就是口才好 你看你前后矛盾 逻辑混乱 昨天韦石 看了我这个电视公告以后 我很高兴 给我发信息 第一次我看到了韦石啊 韦石先生脑枭成怒啊 然后说 你对我的家人 那我绝不放过你 嗷嗷叫了 我听到这个特别高兴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对手 他因为家人而痛 我不是电台 我非常开心 我找到了你的痛点了 你家人不是让你痛吗 我也会学你的合伙人 盗国子里面一样 这次你在香港不领的任务了吗 你不是昨天给我说了吗 说不过看咱俩谁先进去 对了 看看咱俩谁先进去 下一步 你这几个弟弟和你家人的事情 你看我会怎么弄 韦石啊 你看着 只要你有痛楚 好办 看看谁先进去 韦石啊 你韦石下来 你在香港接任务 还有你这种幻想症 你这跟这道国贼们 跟这些流氓们 你们像同胞兄弟 对自己的作恶和行为 能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 对别人的善良 对别人的真诚 你们可以找出一万点理由去伤害 这就是道国贼们 流氓们的共同的特点 看看我们主席台做那些人 滔滔不绝 把瞎话当真话书 要求别人做的事情 他自己零都做不到 而相反去做 韦石先生 你昨天给我发的WhatsApp 让我高兴的 今天早晚睡过了 7点11才醒 屁股尿流是赶快坐在这儿 睡得太好了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对手为家人的痛苦 我让你尝尝我的家人的痛苦的味道 我必须向这个领导证明 你看 郭文贵的一半真一半假 怎么真怎么假 我本来以为到今年 7 月份才能看到我的对手 像昨天俄信的韦石先生一样 这种痛苦 脑销程度 好 你感受到了你家人的痛苦 你想想韦石先生 你过去几年来 你在妖言祸中 你把我郭文贵行成那样 我的家人是怎么痛苦的 我是怎么一夜之间让你和胡舒适把我赔掉了几十亿美元的 我会让所有的让我家人痛苦的人 我会让你们的家人尝尝这种滋味 在美国 在纽约 非常好啊 非常非常好 一切都很好 谢谢 正在开始正常运行中 咱还是对这个习总书记 还是有绝对信心的 他哪什么采访 他哪什么采访 他哪有吹牛 他给我约架呢 他挑战我 结果我去了 他还给我什么采访呢 他这是个大骗子 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 这小子该结束他了 这两年没啥造了我谣 天天在那胡说八道 天天胡说八道 该把他给结束了 咱们走着看 这个反我们的国家 反我们的政府 反我们的党 还在这块两头吃 这家伙谁给他起来写封面新闻 你说这还了得了 你看他那个长相 你看那个西诺 都拿着什么美国政府颁发的什么什么政治避难证 在那耀武揚威 这些该死的家伙 是啊 咱们政府一年花那么多钱 就像这几个烂人就那个样 昨天的瞎子一直发抖 你说在这块 天天就在这块造我们领导的谣 造我们国家的谣 一句中国人好不说 真丢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的外国人看不起啊 都是让这帮中国人搞的 没那么多老外什么的 他们懂啥呀 我身边的这些人 跟我去的这些人 这都是老外 十几个人 都是警察 FBI的人 都是美国的检察官 他们吓得哆嗦 你说对我们中国人 对我们中央领导 哎哟 天天骂呀 就那个西诺写的领导的什么私生活 这个该死的东西 烂死了 烂死了 哎哟 我昨天看了以后 我说真是有点侮辱我 你说我跟他见什么 这种人 你说 你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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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能跟他见的 我在这后悔 你说 你等着吧 就大家看着啊 我把这几个家伙给他撂倒 替国家领导人出口气 这帮家伙太坏 身为中国人 住在呢 也住在麦哈顿也不来 天天呆在那个flashing 呆在那个地方 然后猫在个小破屋里面 就几个人就在那边边瞎话 边那瞎话 全是就说中国坏话的 没有一句中国好话的 攻击我们中央领导人 这美国哪个 哪个领导人没有什么私事啊 哪个没有啊 拿着我们领导人在那攻击 反正不说中国人好话 一句好话 中国人啥都不是 都该死 所以这帮人啊 必须得收拾他 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国内啊 然后呢 收钱在国外 美国税也不交啊 然后呢 在美国这边搞一个什么民主基金给他弄钱 欧洲民主基金给他弄钱 这些人啊 真是现代的大罕见 所以必须处置啊 等我回去的时候啊 给大家发信息 咱们一起喝酒啊 我得立点工再回去啊 我回去之前发信息啊 叫做一些塔子 叫做某千分钟 叫做一口 叫做某千分钟 叫做某千分钟 叫声